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每一次的言論 我在每一篇的文章 我在每一個非凡的一個節目裡面 都告訴你說請你不要怕前面什麼11270 以這種態勢來說的話 11270絕對會過關 因為呢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那麼所謂的年限扣底 現在是10月嘛 這根是10月嘛 所以10月來講的話是一個衰最多的 隔一年來講的話 他就是年限轉最強的 因為年限是扣12個月以前的 那個黑K棒嘛 所以呢 年限是最強的情況之下 一定會過11270 當時我就說 就均線來講的話是講這個情況 你各位來看一下 今天11268 而且呢 沒有要回頭的感覺 你說是還是不是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為什麼我跟妳講說 11270會過 兩件事情 第一個剛才從軍縣分析 第二件事情啊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因為等一下我們要先講一下 盤中營錢的時間密碼 就是跟各位講說 有一句話你沒聽過嗎 空單 我不想講不死啊 空單不死啊 多單不止 請問一下 空單什麼時候才認識會停損 當然就是過了前高才會停損 前高就11270啊 所以你說老師今天會拉回嗎 我說不會 因為今天最高才11268而已 那什麼時候會拉回 我甚至也可以告訴你 一定是過了11270才會拉回 因為這是最標準的法則 就是空單認輸停損 那至於後面還漲多少 是11400 11500 我不知道 我們要每天去看盤 因為創新高之後 沒有任何計算法則可以幫你看 但是我必須要這麼形容一件事情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在這段時間裡面 誰帶你去放空啊 特別是這種股票 誰帶你去放空啊 基本上來講的話 他就是擺明了一個軋空的態勢 誰帶你去放空這些什麼PCB啊 18046南電啊 誰帶你去放空這些什麼洪捷科 你不是說5G最需要這些東西嗎 誰帶你去放空這些啊 什麼3324的雙紅啊 這是現在最夯最新的5G基地台 還有5G設備5G手機最重要的產品啊 如果今天我必須要直接講 如果這幾檔股票通通都倒下來了 那這個多頭就必須要懷疑 甚至電磁股的多頭都必須要懷疑 問題是人家都還好好的 後面的還跟上來了 現在的投資朋友 你到底在空什麼 所以我話先不要跟各位講太多了 來今天先來看一下盤中以前的時間密碼 就由於這是一個所謂的強勢盤啊 我一開始就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這行情要創新高了 創新高的話 你要掌握住重點就有機會長上來 今天的重點在哪裡 昨天就已經先講了一半了 今天的重點呢 在第三季季報 各位來看4.1.19的敘附 昨天漲得非常的兇悍 今天還是開高啊 那有第三季季報的個股呢 一旦出來的情況之下 一定先開高衝上去啊 那我也直接跟各位講說 今天的這一盤你最好把握 因為中間會比較不穩定 你說老師為什麼中間會比較不穩定 因為創新高啊 創了波段 創了十月份以來的新高一定會有賣壓 從大盤一直到指標股都是 今天早上第三季季報已經出現了 讓大家覺得非常讚嘆就是正威了 那我問你一件事喔 季報我說句最實在的一件事 你可以猜我可以猜 我猜對了 也不見得通通都可以壓下去 但是呢 請你記得一件事情啊 如果你不會猜也不會看季報的 你還是有錢賺 你說老師 哇正威啊 你以前在35塊錢附近就跟我們講 而且寫在非凡商業周刊裡面 今天果然創新高 這是對的 但是呢 通常來講的話 很多時候 它每天只漲一點點 你都不會去注意它 只有漲停了 這時候會注意它 等到今天又漲上去的時候 你才會注意它 那我現在先跟各位講一件事 第一件事情 未來還有季報好的股票 還有它的周邊 你千萬不要放掉 第二個 就算你不知道季報沒關係 因為這叫盤中 盤中我們不流倉嘛 不流倉的話怎麼看 我說過今天只有前盤比較好 因為後面創新高常常會拉回 指數常常會拉回 所以個股就比較壓力 所以你要把握住這個 1跟2的時間點 頂多看看有沒有隔日倉可以流啊 但是1跟2是最好的情況 親愛的投資朋友 那鄭威漲上去了 難道各位沒有想到一件事嗎 鄭威有他的子公司啊 而且只要聽到摳訊 好好的動一下 哇 你只要拿100萬的融資 就可以買到50張 這才20塊錢的股票 差價是1萬2 從今天 各位來看一下 我講這個最公道 鄭威是不是先開上去了 我們先看前面這樣 鄭威現在開上去 你可以追鄭威想辦法追到漲停板 但是鄭威往上的時候 你才可以決定第二個 來 鄭威在大漲的時候 你隨時都可以買得到吧 而且到現在為止 你把它賣掉的話 還有6到7萬塊錢的價差 沒問題吧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啊 有的時候股票市場裡面 你真的不用想太多 把握住一段那就夠了 把握住一段那就夠了 你問老師我不知道 勇威是鄭威的子公司 我也不知道 維希是鄭威的子公司 但是我告訴各位一件事 這個方法我已經交給你了 這叫做所謂的母子連心 母子連動 或是母公司帶動子公司 你怎麼講都可以 方法我給你了 問題是 第一個時間第一個地點 誰告訴你說今天鄭威要上來了 這你一定要知道 因為這上來之後就有那種 大家都會好的心態出來了 第二個 就算你知道鄭威上來之後 誰告訴你說3712 勇威投控就是鄭威的子公司 而且股價還在低檔呢 各位有沒有發覺 今天鄭威回檔的時候 勇威沒有回檔 因為他到現在還沒有填息 3501的維希還沒有回檔 也還沒有填息 這代表怎樣 代表整個公司的體質都在改變 為什麼這次鄭威比紅海來的強 我想這個地方來講 各位看到新聞裡看到一句話 我也是這麼當初跟各位說的 我說請你注意這次鄭威呢 因為他轉型的關係 所以弟弟比哥哥還要更強 原因在什麼地方 各位來看F11好了 各位看到沒有 來這裡 來 這一行字 有沒有看到 鄭威笑紅海哭 原因就是中美貿易大戰的時候 比較小的鄭威 他已經把這個維希還有相關的廠房 移到了美國去 或移到台灣這邊 但是呢 鴻海大家都很清楚 鴻海因為我們台語說 聊聊比較輕 他在中國大陸可以說是根深蒂固 你說要搬家 沒有想像的那麼快那麼容易 所以他自然長得就會比較慢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到 剛才提到的 鄭威笑紅海哭 有沒有 那這個背景你要先準備好 然後呢 在這個第一時間第一地連的時候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的家族成員不用擔心了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我們要市場裡面 來我們再看一下紅海 紅海家族也可以來一個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今天是兩個動作 兩個動作 你什麼時候參加過一個頭褲 他一早起來就給你兩個動作 這兩個動作 都是你立刻馬上能夠看到 他的一個效果 這是昨天的 昨天營建股最強 對不對 立刻讓你看到一個效果 我希望所有朋友 其實我常常講這句話 盤中節目雖然比較短 盤中營錢時間密碼 聽起來時間好像比較短 但是你會賺這50秒 會賺這5分鐘啊 你就能夠賺 賺一個大 會賺大波段嘛 你今天能夠賺5% 將來就能夠賺50% 所以有的老師每天跟你講說 我能賺50% 說不定5%都賺不到 什麼節目是你可以相信 什麼節目是你可以看的 而且真實的可以改變你的命運 重點是節目是真實的 那時還是最重要的 波動這個專線 我們跟你講的東西 你可以馬上印證 對不對 這很清楚啊 所以我希望各位 盤中營錢時間密碼 能夠改變你的命運 100萬的融資很好做的 歡迎你想盡辦法 跟上我們真正能夠在盤中的時候 幫助你的黃靖哲 謝謝 我會期望 你不太多 為你做完美,不要收容 我會想說 你不太歡迎 你不能太多